如果我没有配合安全带的前提下 一个300公里每小时爆炸的气球 打在一个人的脸上 会对一个人造成什么样不可逆的伤害吗 他懂吗 行车记录仪当时是在他们设置店装的 3600多吧 但是他们说是 这个卡是损坏了 卡不出来了 又损坏了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我跟你讲 我现在都已经看开了 不管是任何一个原因 只要一查监控 监控就坏 只要一查行车记录仪 卡就坏 人家上线你好 你好 很贵姓 我先高 我再来给你们听一点更刺激的 跟我把我们4S107德序专修的 李珍李技师连上来 我们问问他 在你开1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 什么路面可以炸气呢 对 您好 各位听众主 所有的相关内容 即是这里完整的看过了吗 看过了厂家的报告我也看了 有一个注意的地方就是 确定是主驾驶坐的人 副驾驶没坐人吧 副驾驶没坐人 当时4S店家也问我了 我说没有人 主驾驶问我有没有系安全带 我说系安全带了 我当时也有疑问嘛 主驾驶为什么没弹出来了 他说主驾驶你系安全带了 然后他就不会弹出来 什么双向保护啊 这是谁跟你说的 他们那个技师当时说的 他们这个技术姓什么你知道吗 这个我不清楚 一个厂家在线给我听着 投诉这个人 这个人极其不负责任 且不专业 刚刚姐上线你好 嗯 您好 我非常非常严肃的 拖着沙哑的赏音 我要投诉这个跟车主说 双向保护系安全带 安全气囊不弹出 不系安全带 安全气囊弹出的这件事 谁说的 专不专业 配不配当技师 我生气是有原因的 安全气囊弹出什么速度 他知不知道 他见没见过安全气囊 知道那个东西的 发生原理是什么吗 知道气体爆炸的时候 如果我没有 配合安全带的前提下 一个300公里每小时 爆炸的气球 打在一个人的脸上 会对一个人 造成什么样 不可逆的伤害吗 他懂吗 如果他懂 他就不会说出 这样不负责任的话 安全气囊的弹发 有一个必要前提 必须要配合安全带 否则安全气囊 将会成为比正常事故 更大的一次伤害点 那是一个二次伤害 是非常可怕的 这件事情当中背后 有着太多 不规范的操作 奔驰中国 如果这是你产品的质量问题 现在自己去听一听 这到底合理吗 你们给出的那一句话 是真话 你们跟车主的那一句话 是发自内心的 做了感同身受 做了想要帮车主 解决问题的心态 一句都没有 我今天就是状态不好 我今天要是状态好的话 拿出半个小时出来跟他 说话我都不重复的 好好教育教育他 配不配修车呀 连我小姑娘都不如 他这种无人子弟的说法 会影响到很多其他消费者呢 而且这就是骗人